欢迎您继续回到VOA卫视新闻 继续的VOA连线时间呢 我们要带您聚焦北京 北京外媒再一次爆出了 周永康家族剧练巨额财富的消息 这是纽约时报刊登了长篇文章 说周永康的亲属 掌握了几十家中国的大型国企股权 并且提到习近平的亲属 也在发财致富的行列之中 那么对于周永康党羽的调查 可以说进行了相当长的时间了 一些涉案官员纷纷落马 但是中共至今仍然没有点名周永康本人 这其中到底有什么样的原因呢 我们下面立刻通过现场连线北京 请美国进行VOA卫视 驻北京记者东方 来我们介绍最新状况 东方你好 先来跟我们谈一谈 就是针对这个周永康案 纽约时报的报道里 他到底提到了什么 简单地跟我们摘要一下 是的 那么纽约时报这份最新的 关于周永康家属所持财产的调查呢 是根据成交给中国政府的公司备案文件 也是公开的文件 那么主要针对周永康的三名亲属 他的弟媳妇 他的儿子和他儿子的岳母 那么你刚才也介绍了 大概全国十几个省份 37家公司的股权 涉及到能源投资 投资对象呢 都是由国有石油巨头啊 中石油所合资的企业 那么不仅是这个周永康的三个亲戚 那么第一财经日报呢 还引述了周永康的这个儿子 以及郭永祥的儿子周连兴 蒋洁敏的儿子 现在呢也都被中共采取了强制措施 也被双规了 那么这个名单呢是非常多 刚才我们根据这个公开的材料呢 上台的100亿人民币 但是今天中国大陆网上啊 还盛传的一个周永康家族 被官方查抄的 这么一个情况的名单 说他们在北京啊 沈阳这些亲属一共拥有 326套住宅 白金黄金白银金币在内呢 有40多公斤 现金过亿元 还有枪支弹药等等 总资产近400亿人民币 这个确实的数字是非常的庞大 岳文 是 东方 那么就你所说 我们也知道 这个实际上外媒早就已经有很多相关的报道了 那么大家都说这个周永康案已经是中外皆知了 为什么中共到现在迟迟不点名 周永康本人 你的观察和看法呢 北京有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观察 就是今年4月份的11号 财新网讲到刘汉案件 我们知道刘汉是个涉黑案 现在已经被审判了 17天刚刚停止 那么财新网讲到刘汉案件的时候呢 其中有一句话非常值得玩味 在提到周永康儿子周斌的时候呢 他没有点周永康的名字 是说周斌的父亲曾经禁止他 在自己任职四川期间倒数 就是四川的简声去折腾 那么你看财新网的这句话 会给北京的外媒极大的想象和分析空间 一般认为是中共准备与周永康切割 你看他说 不准你在我在任期间到四川瞎遮 那么等于是为周永康开拓罪责 暗示这些东西 只是他的儿子亲属和下属的事情 周永康的问题可能不会移交司法 不会公开审判 那么分析认为这么重的 这个原因是什么呢 因为周永康在位时间太长 主管国太多的纪要部门 当局要想拿这个政变 拿监听 拿这个政治东西来审判他呢 实际上结果就是审判共产党 必定对党的形象造成空前巨大的损害 那么周永康如果不配合 反咬一口 更不堪设想 那么以经济腐败的原因 这个罪名来审判周永康呢 那么就很难服众 因为现在等于是人人 每一个基地集团 每一个领导人的家属都在经商 正如我们看到的 就连习近平本人的家属 也有这样的现象 也被外媒接触了 有这种像样 所以啊 以经济罪名审判周永康 可以是说是人人自危 导致他们会打他们联合的抵制 所以到现在为止 仍然是举其不定 我们正在观察 郁文 是 东方 最后我们大约还有一分半左右时间 简单跟我们谈谈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很多人说 中国当局的反腐啊 最近可能要打向这个石油 或者电力这种大型的国企 这是下一个目标 不过最近我们看到 李鹏的女儿李小玲 他在出席博鳌会谈的时候 和李克强握了手 很多人说 这是不是意味着 李鹏家族已经从所谓的 电力反腐的风暴里 全身而退了 那么跟我们谈谈 习近平所掀起的这股反腐风暴 是不是遭遇了 来自利益集团的强大阻力呢 很明显 因为在博鳌论坛上 大家都很关注 李小玲 丑闻缠身 这个是不是会亮相 这个李小玲呢 结果是高调现身 和其他企业家一起 不断参加了论坛 而且还和中共 中国的总理李克强 相见并握了手 面对各路记者的追问呢 李小玲拒绝回答所有的问题 同时呢 北京传出 先时间被传出 所谓被免职的三峡双雄 一个是曹广京 一个是陈飞 现在呢 据说是不是因为贪腐 而是因为两人不合 都被另任新职 那么曹广青呢 将担任湖北省的副省长 原来我们提到的 所谓这个 他背后的一个老领导 明显是指李鹏 这个猜测呢 也没有了下文 所有迹象呢 北京认为表明 就是说李小玲 有可能红色公主 已经平安落地 显然呢 这个习近平和王岐山的反腐 遇到了巨大的阻力 但是呢 这个北京的外媒呢 分析认为 就是开工没有回头见 周永康 李鹏的案子 以前造的这么大 现在能让他们平安落地 习近平的威权呢 一定会一落千丈 那么巧啊 打虎不成反会被虎伤 所以呢 习近平在党内 打虎会继续下去 与此同时呢 红二代为了 保住自己的既得利益 也会削弱习近平的权力 有分析说呢 想清军策 打击王岐山 是目前的 另外一派人的主要的目标 打击中纪委 所以呢 围绕周永康 围绕李鹏的党内斗争 仍然没有落幕 我们会继续地密切观察 有完 好的 我们非常感谢 就是东方在北京 为我们所做的现场报道 那么确实有关于 中国反腐打老虎的 最新发展 还有反应呢 我们也欢迎您 持续锁定我们的各节节目 您也可以登入 美国之音中文网 来查询相关的报道 网址是 voachinese.com 请不吝点赞